第一个就是我们一个客户的一个232跟485接口的一个电路 大家可以看到啊 他用的用一个接口 这边是232这边485 他用了一个压米电阻 用了一个压米电阻 用了三颗TVS 然后用了两颗PPTC 他这个电路的毛病呢 就是第一个 因为这个是一个塑料外壳的一个电 一个产品 所以他是没有那个保护地的 他擦膜的话 他用了一个压米电阻 压米电阻的话 我们在这个信号电路中是不太推荐去用的 因为他的那个寄生电容很大 对你的信号的传输是有干扰的 所以这里尽量用一个气体放电管 这里尽量用一个气体放电管 然后第二级防护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用了SMCG18CE的一个 一个TVS这个也不不是太合适 因为因为他是点对点的可能对电容要求没有那么高 但是这个SMCG18的电容是也是很大的 这两个就对你的你如果用试波去去看那个他的传输波形的话 他本来是这种这种波形的话 他可能这里就形变了已经 如果速度很快的话可能就有问题 还有就是说两级的话 他把那个PPTC放在最后端了 这样也是不对的 这PPTC应该放在这里做两级的隔离 这样的话 因为这个亚米或者气体放电管 它的响应速度很慢 TVS响应速度是小于一个纳秒 平秒级的 这个的话是纳秒级的 这个可能比纳秒级还高一点 所以说这个要放在中间 放在中间做一个退偶用 然后485的话 485电路他没有那个232他做的一样的一样的 他做的可能还就是485跟232你看他485做的还可以 就没有232这个问题 同样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也不太推荐了 也不是太推荐用那个亚米电阻的